大家好,我是安逸方 这节课呢,我们来分享动摇化肺 肺呢,它代表的含义就是无用的意思 没有什么用处 这个摇无用了,肺掉了 那我们来看看 动摇化肺对于我们断挂有什么好处呢 那一个挂中呢,总共有六个摇 那这六个摇当中呢,有三个摇或者四个摇一发动呢 对于初学的就感到很难去断 初学的最怕多动 摇一旦多动呢,就会让到自己无法理清头绪 那么我们来分清动摇化肺呢 对于你断挂呢,就会减轻一些程序 我们看看,动摇化肺的形式呢,有下面这四种 我们暂且呢,先理解这四种 那在这个理法进阶课当中呢 我们还会呢,把这个四种呢,拿过来 还要再细分啊 我们初学啊,这属于中级课的初学 那我们就先理解这四种 发动化回头克 比如说,生经发动了 化出一个五火回头克 这叫回五火克生经 那么只要这个五火是有力的 那么它就叫回头克化肺啊 不过大家现在暂时呢,你不用管它有力没力呢 你就当它是化肺也行 啊,就这么理解它是化肺了 化肺代表的什么含义呢 自我放弃 不想做了 等等啊 都可以这样理解 不做这件事情了 具体呢,要以它所灵的六亲是什么 在卦中呢,代表什么意思啊 化退神,退神呢,也是化肺的一种 化退呢,代表这件事越来越糟糕啊 化精神代表这件事越来越好 越来越壮大 啊,越来越向好的方向发展 啊,取决于你所要沾的事情呢 到底代表什么 所以化退呢,代表的是啊 化肺啊 在情感类挂当中呢 你化退代表呢 想退出的意思 嗯 第三个 发动呢,化破 这个破呢,就细分了啊 要分越破的谣 还有被日成冲破的谣 啊,日成冲呢 它有两种情况 又有暗动和日破 那被日成冲破的谣呢 才叫化肺啊 要记住在这个破里面呢 要分 啊,修求的谣 被日成冲呢 叫日破 它肺呢,是这里啊 不要去把它理解成 啊,暗动的谣也叫破啊 变谣 所以变谣呢 不生不克动谣 前提条件呢 化破是什么 比如说啊 害水发动了 化出一个五火来 那这个五火呢 对这个害水 它就叫不作用 它们俩之间的关系是不作用 但是呢 月间上有个子水 子月 然后冲了这个五火 那么这个五火 就叫月破 它属于破谣 那么在当月内呢 这个害水呢 都称之为 无用之谣 当月内啊 因为当月它是破的 五火破了 所以这个害水呢 也就不起作用了 这叫发动化破 化破呢 都叫化肺 那这个里面呢 取决于什么 你这所灵的这个谣 如果是兄弟持世啊 你化肺呢 代表当月内呢 这个世谣呢 它是这个害水 就不起什么作用了 这叫化肺啊 那么出了月有没有用呢 出了月还是有用的啊 它当月内 这个害水不起作用 不代表它以后不起作用 所以要理解啊 月破的含义是啊 解月破的时候 出了月呢 这个害水呢 就有用了 这叫分月破里面 有个真破假破啊 这里我们暂时不讲了 那么这第四条呢 是发动化绝 绝呀 是十二掌声的内容 我们后面呢 就会慢慢讲到啊 十二掌声的绝 好 我们下面呢 来看一个挂例啊 啊 这还有一段话 没有讲 而这段话讲了 这个动摇的作用方向 只有一个啊 这对我提出这一点呢 肯定会有人有疑意啊 动摇的作用方向 怎么只能有一个呢 我们这个呢 是有前提条件的 在理法判断的基础上啊 前提 前提是理法 并且呢 是一次性的 我们在判断急凶的时候呢 这个动摇呢 它作用于用神 就作用于用神 啊 它就叫一次性的 不要再去分析 动摇去作用于它摇 啊 因为我们讲断挂流程的时候呢 在那里面呢 详细的给大家讲了 我们讲动摇作用用神 就作用用神 不要再分析 其他不相干的摇 所以告诉大家呢 你要理解 它这个一次性呢 是为什么要这样写一次性的 啊 它有生的呢 就生 没有生的呢 就克 啊 它要符合先动后进 先用神后施摇 那我们来举例说明啊 我们来举个例子看啊 假设呢 尘土发动了啊 用神呢 是神经 施摇呢 是子水啊 在这个案例当中 我们来解读这一段话啊 那用神是神经我们的太极点呢 就是小人呢 就要落在这里啊 我们的人要站在这里看 挂中的动摇 对我是怎样作用的 我的眼睛也要落在这里啊 盯到这里看 好 我们这时候分析呢 动摇对用神是不是 尘土 发动来生用神神经 对吧 那么用神对施摇什么作用呢 尘土发动呢 是来克施摇 那么我们判断急凶的时候 以什么为急呢 啊 以用神来判断急凶的根本 动摇呢 身用神它就为急 所以说这叫动摇的作用方向啊 动摇的作用方向是只有一个 并且是一次性的 好 我们分析动摇对用神 动摇对施摇 都分析的是一次性的 对吧 那么当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呢 有生就则生 无生则克 如果这个用神 生不到用神 那么的尘土呢 就会来克施摇 这就叫有生则生啊 生不到是什么情况 我们以后再讲啊 就是说尘土发动 它能来生用神 生金 它也能克子水 那怎样有生则生 无生则克呢 就是当 生金不能够被生到的时候 尘土呢 就会来克子水 那么还要满足什么条件呢 先动摇 后进摇 先用神 后施摇 这句话非常核心啊 那么尘土发动呢 它就是来 生用神 生金的 这呢 它就必须要满足先用神 而且呢 它也是满足有生则生啊 那么如果有一个动摇呢 我们在后面呢 会再讲啊 有动先 先动后进啊 动摇和动摇相连的时候 我们再来讲 那像这个挂呢 我们就以动摇来 生用神为极来断 这是简单举了个例子啊 动摇的作用方向 它就是以生用神为主 就不管它动摇来克氏摇了 这一条呢 就忽略了啊 就是动摇生用神为极 那我们再看一种情况 假设呢 还是尘土发动了 尘土发动 那么用神呢 是害水 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怎么分析呢 这是个尘土动 它呢 是来克用神的 那么尘土发动 它同时是干嘛呢 是生适摇 对吧 和我们先不管它啊 生和也行 都写上 主要我们分析生克嘛 那么尘土发动来生和适摇 尘土发动是克用神 那么这时候 尘土的作用方向 它最先要作用于谁呢 我们讲了啊 作用方向只有一个 并且是一次性的 它先作用于谁呢 它先作用于用神 因为什么 用神呢 有优先被作用权 要满足这一条 先用神后适摇 所以呢 这个尘土发动呢 你不能说 哎呀 用神是来生适摇的 所以断集啊 适摇不是代表我吗 动摇是来生用神的 但是呢 我们要记住 动摇的作用方向呢 是一次性的 它呢 首先你要去分析 用神害水 你的用神太极点在这里 先要分析动摇对用神的作用 这就叫先用神 动摇呢 它会优先作用于用神 用神有优先权 用优先 记住这个就好了啊 这是动摇的作用方向 那其实我们换一句话来讲 我不讲这个用神呢 有优先被作用权 那你一旦确定了用神 你可不可以在尘土前面 写一个记神 可以啊 因为它是用神 那么来克用神呢 它就是记神 记神来克用神 这个挂以急来断 还是以凶来断呢 记神发动在挂中 只要它没有变肺啊 我们讲的这个前提是 尘土发动呢 它不化肺 不满足于上面这些 那么记神克用呢 就为凶 那它如果化肺了呢 我们要具体看待啊 化肺 就是化灰头克 化退 化破 啊 我们要具体看待 好了 我们现在呢 来一个挂来讲一下啊 詹文面试能不能通过 面试啊 我们通常呢 以观鬼或者父母为用神 那么我们这个挂呢 要分析一下 到底以观鬼 还是以父母为用神 观鬼五火灵的应谣 啊 五火发动呢 动摇和动摇之间 有一个连续的作用啊 这个五火发动呢 可以来生虚土 虚土发动呢 又来生生金 而施摇丑土 什么状态呢 月间相克啊 复一 日程也相克 是不是施摇特别摔了 施摇摔摔败啊 所以这个面试啊 父母愁土持世啊 挂中呢 虚土又发动 所以这个用神啊 应该是以父母虚土为用神 这挂烧有一点点难啊 有一点难度 说实话啊 在这里讲 但是不好挑一些挂啊 挑的刚好简单 又能让大家断明白 像这个在用神上呢 有的人他就会以观鬼为用神 他会这样断啊 观鬼五火发动呢 来生仇土 所以呢 这个挂呢 以吉来断 啊 因为这个观鬼呢 可以代表那个面试观嘛 应摇可以代表那个面试 观 那么对方来生式摇 代表是吉 动摇来生式摇 那我们要整体分析 不能仅仅以一个动摇 所以当多个动摇 发动的时候呢 我们要一个一个分析啊 观鬼五火发动 画了父母仇土 仇土在月间上呢 啊 都是相克 没有什么特殊性啊 不作用 那么兄弟生金发动呢 他画了一个子孙 害水 害水呢 是寻空 它是空的 也是不作用 那么父母虚土发动 画了一个有金啊 他是被月日成来冲的 那么在这里分析 有金呢 是暗动还是日破呢 怎样去判断呢 如果他破 就意味着这个摇化肺 如果是暗动 那么他就不化肺 对吧 所以说有金呢 在迎月 它是什么状态 负的零点一啊 日成呢 是相冲 所以日冲 小于零的摇 它叫什么 日破 那么这个父母虚土呢 就化肺了 所以你通过这个父母虚土 化肺 你就知道 他是应聘 面试的这个工作呢 肯定就不行了 父母虚土 他首先化肺 化肺就意味着这个摇没了 你这件事不成了 肺就代表着 这件事不行了 所以说呢 这个挂呢 最终是面试不能通过 但是有的同学呢 会在这里面去分析三合局啊 这里面呢 因为有一个迎月 戒月 有一个虚土 还有一个五火 组成了一个三合局 大家可以看到 迎五续合成的这个火局 五火局 它呢 并不能决定吉凶 因为什么 因为你只是戒月的一种三合局 可以取向啊 它不属于吉凶层面的 啊 这个在讲三合局的应用的时候 我们再会再讲啊 那在这个里面重点呢 我们要分析这个动摇的作用方向 动动相连 它作用于谁了 那在细节上面呢 这个父母虚土啊 是跟世姚呢 是一样的 同五行 它代表面世 那么这个虚土发动的时候 它去生了 生金 它不作用于世姚 我再讲一遍啊 父母虚土发动 化破 化破是化肺 原则上呢 虚土化肺了 它是不能来生生金的 但是细节上呢 我们可以说它 来生生金 兄弟呢 它在这里面代表的是啊 竞争者 啊 这个代表竞争者 或者是跟挂主一样去面世的人 都可以解读 那代表这个虚土呢 去生了 生金 那有同学可能会有疑问了 你不是说了吗 说挂中的用神 不作用于其他姚吗 用神动摇呢 它会作用于 用神 再作用于世姚 那都不作用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可以分析细节层面的虚土来 生兄弟 而且这个无火发动呢 也是生虚土 虚土来生兄弟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 动摇和动摇的连续作用 这是动摇和动摇的连续作用 所以说这个无火的作用趋势啊 它就是啊 去生虚土 但是有的同学肯定会有疑问了 那你无火去生虚土 生用神 那你为什么不分析它生世姚呢 好 这又调到了我们刚才讲的这个过程当中啊 动摇无火发动 它第一个呢 去生用神 第二呢 它也能来生世姚 那么动摇的作用趋势是不是一次性的 用神是不是有优先被作用权 用神有优先权 所以呢 这个面试官呢 就先去生了这个用神虚土 而虚土呢 并不来生世姚虚土去生了生经 因为什么 动摇有优先被作用权 因为动摇有生则生 所以虚土呢 要满足先生的逻辑 这个动摇有生则生 它是代表什么含义啊 我们要理解 就像我们人呀 我们人天性呢 是对别人好的 对别人好呢 就叫生 所以叫有生则生啊 好 这个挂的最终反馈呢 它是没有通过 好 今天的内容呢 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下期视频我们再见